空污都很严重 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 让许多的民众都抱怨 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而环境步骤指出 这次受到了台风的 外围环流影响之萨 水平跟垂直扩散的条件差 被封面的西半部地区 污染物持续的累积 空气品质已经达到了 橘色提醒到红色警示等级 预估今天中午以前 空气还是不佳 台东市长卢秀燕 昨天也喊话中央 呼吁台电中火 不要让中部的空污 雪上杂爽